跟随着现代化的和平生活,现在部队里的女兵数量也是越来越多,她们各自都站在自己的岗位上,而且还有不少的女兵能够经过可苦训练,重重选拔进入到特种部队的。 但是,这些女兵在战场上却不经常见到呢,像炮兵部队根本就不见女兵,这又是为什么呢? 其实对于女兵来说,不光是中国,在全世界的范围内,所有的炮兵部队里都是没有女兵的,因为这主要是考虑在女兵的体能。 大家都清楚,对于女兵,不管是体制还是体能训练方面,都是比男性差得多,即便是炮兵部队里的女兵跟随着男兵一起训练,力气也永远不会比男兵大。 其实,炮兵是一种非常辛苦的兵种,比如说,光是在填炮弹这一方面就能淘汰99%的女兵,其实这也不是完全会对女兵力气不行,重要原因还是因为炮弹太重了。 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炮弹的详细数据,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,PLV-05自行榴弹炮,这属于中国自主研发的主战炮弹装备之一,当然也是目前为止,世界上最为先进的火炮。 它可以发射出6种炮弹,每颗的重量都是在45、50千颗之间,光是每一颗炮弹的重量就达到了90,100斤,女兵有的重量才不过100斤,真的是跟女兵暴体自己一样难啊。 而且,美国的M107自行火炮弹,大约重量为43千克,瑞典国家的FH77榴弹炮弹,大约重量为43千克。 所以说,世界上一般主战的火炮弹重量,大多数都是在80斤以上,男兵抱着都费劲,别说是女兵了。 即使是最小的迫击炮,女兵也是完成不了的,就拿中国的93是60迫击炮来说,重量大约为45斤。 在真正的战争中,士兵们需要在全副武装的情况下,扛着这45斤的炮弹长途奔跑,再加上本来士兵都带有负重,可以说身上的重量能超过50斤了。 而且还需要打仗,这对于男兵来讲,很多都难以完成,光是让女兵被50斤的东西占力,五分钟估计就不行了,别说是在战场上打仗了。 而且在真正战斗时,填装炮弹的速度,也影响了火炮威力的大小,填炮速度越快,威力自然就越大,让女兵填炮的话,估计火炮都不会愿意。 在炮兵部队里男兵够用的情况下,是完全没有必要让女兵来做炮兵的。 当然也会有个别的例子,大力女兵,但是非常至少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